拉下長長的紅布條 新竹市第三間的日間長照中心 千甲長照機構正式開幕營運 未來將可提供40名失能失智的長輩 日間照顧服務 究竟服務有需求的家庭 來使用長照資源 他們能夠訓練民眾 就是我們的長輩們 他們失能的一些訓練以外 其實也可以讓家屬們 能夠在家裡就可以利用APP 來瞭解長輩們的狀況 所以也是希望說利用日照中心 把長者還有他們家人 當然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除此之外的話 他們其實也設計很多很多的課程 包括體事能的部分 包括復健的部分 包括認知的一些訓練 希望說長輩們來到這邊的話 並不是失能 而是說技巧的學習 讓每個長輩其實都是 很有能力的去面對每天的一些生活 千甲長照機構啟用第一天 新竹市長高橫安就立刻前往視察 體驗長照中心的各項設施 結合科技輔助 長輩們來到這裡 可以使用智慧打卡 智慧聯絡部以及AI的體飾能機 這裡的娛樂設備也不少 可以鼓勵長輩多加使用 也促進身體健康 那我相信這也是對於我們的年輕家庭來說 也是能夠減緩大家的負擔 因為我們平常在日間的時候 大家可能需要工作 那如果長輩能夠透過日照中心 專業的服務 能夠來協助自己的長輩 不管是在增加他們的這些生活的技能也好 或者是學習到更多的課程 那甚至在身心靈的部分 也都有所提升 我相信對於我們新竹市的許多 這個所謂的三明治世代 都能夠上有老下有少的這樣子的一個家庭結構 我相信對於年輕人也是一大福音 新竹市衛生局表示 因應高齡化的社會到來 新竹市也積極佈建日間照顧中心 以國中學區來算 目標是在四年內達到一學區一日照中心的目的 目前已經有十個國中學區設置有日照中心 服務人數高達350名 未來新竹市政府一樣會持續推動 希望盡早建置完善的日照資源 減輕年輕家庭的負擔 記者林彥斌採訪報導